又是一個要找路的這個過程 要去Fort Cunning Park 結果上來還沒有還是馬路 這在前面而已 等要過了這個馬路才能夠進到那個入口 這個是市區裡面的一個一個小山丘一個公園 我們我2017年結婚登記的時候就在這裡 今天還是有人在這邊拍魂傻照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那時候就是在這個 大部分新加坡人都是在這裡登記結婚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去年還是前年參加二姐的婚禮就移到了另外一棟建築 也是在附近 不過我覺得在這邊登記結婚比較好 因為外面很多可以走動的這個公園的綠地 在14世紀的時候呢 這個以前的新加坡人他們是在這個小桌上面 蓋了他們的這個住居 這個皇宮啊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可能以前就是 殖民時期 英國殖民時期留下的一些花園啊 宮殿啊什麼的 感覺很不錯 趕快去看看 葉子很大一片啊 這邊真的是一個交叉孔 你看 等一下往上走呢 就是 很多東西啊 Battle Bus我之前有小去看 可是他好像是要在低下隧道 我很害怕 等一下去Falconning Center看看 Jubilee Park 等一下往上走先 然後往這邊過去就是有很多的 Museum 也有一些Garden 很多東西可以看的感覺 先繼續往上走 很多樓梯要走啊 不想爬樓梯好像可以沿著這個斜坡慢慢走上去 這裡是一個Hotel 好想來進去參觀一下 這是Hotel Fort Conning 我想裡面應該是很讚吧 居然有公雞在Falconning Hotel這邊叫呢 這就是那個Hotel 哇好漂亮的公雞 我剛剛就看他跑過去 然後顏色好美 嘿 別跑 好 他這邊住在這裡應該是很好睡吧 晚上該有很多蟲鳴鳥叫 空氣應該是非常好 這裡好像已經不能住了 他以前 這是保留下來的建築 在1926年蓋的 這邊可能是Battle Box的 遺跡 本來是之前的軍事的基地 好看 我還是可以住的喔 Hotel Fort Conning Rejuvenating Get away 很不錯 喔那邊好像是泳池 這裡就是Battle Box的入口 如果要參觀的以前的可能是軍事的 的這個隧道 它是從 現在是只有禮拜五到禮拜天 還有公共假日 早上九點半到下午 因為我不太喜歡那種密閉空間 所以我就不是很想要來參加 Tour Timing有蠻多的到下午 從早上九點四十五到下午四點三十分 如果喜歡這些軍事古蹟的人 可以來這邊看看 那個從窗口透露的那個黃色的 那個燈光看起來很好 很有氣氛 很溫馨啊 這游泳池都沒有人游喔 好想下去游喔 想下去看看 天空有飛過一片 一條雲 很多很多很古老的樹在這裡 樹跟盤跟錯節 這個門我有印象 我記得我結婚的時候有走來這邊 然後跟我先生在這裡 造一些像子 我一條泳手 有空的地上 也沒有人游卜 街燈光 對 很沒人游卻 不過我們 Osman 已經要靠近了 好想要來 就是 還能是 以前那些歐洲軍隊就是住在這個城門裡面的一個被保護的地方 現在剛進來 所以以前有沒有醫院啊 然後有一些中心 還有一些教堂 這個我就不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好像保護那些歐洲的軍隊的地方 在8590 190 這裏是 Old Married Soldiers Quarters 然後以前就是給那些結婚的軍官用的 但是現在就是拿來做一些小型的場地啊 或者是婚禮等等 這是我剛剛走進來的城門 這我猜這個應該是Falconning Center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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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b的一個入口或出口吧 我是不想下去 我是不想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我想这附近住了很多老外 因为虽然已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 在这个地方运动的人 好像还是比较多是西方洋人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从 City Hall 这边的出口下来了 这个草原里面养很多鸡 漂亮的公鸡 这个是什么 那只白白的 是兔子还是猫 是猫吧 太远了看不到 我没有想到鸡还会飞到树上来 这只鸡的这个翅膀还蛮大力 刚刚从下面飞到树上 停在树上 哎呦还在往上飘 好厉害 灵活 这边的鸡都很会飞到树上 这边的鸡都很会飞到树上 然后我的是 应该是白饭 可是他没有白饭 就给我一碗粥 然后一个 咸菜肉丸汤 肉丸其实是共丸嘛 然后一个收彩 然后爸爸吃了去橄榄 炒饭跟鸡盘菜 然后还有送两杯火冰汁 开饭